镜头来到恒春 来看这位抱着老月琴 弹唱人生的国宝级人物 这是72岁的黄去莹 她被誉为是恒春民谣界 最珍贵的文化资产之一 她用民谣来记录人生 创作出了上千首民谣 也唱出了恒春半岛最独特的人文风情 一把老月琴 72岁的黄去莹 弹唱自己的人生故事 信手年来字字句句都很写实 我白不担心 屏东满洲出身的黄雀银 国小毕业后因为家境不好 没有继续升学 但她一直保持阅读习惯 填词普曲在恒春民谣界 默默推广 创作了上千件 像是921地震后 她填的词就很有画面 天有地人人生气 生素顺甘有在天 山河变色大地当 山河处体变生康 就是说 为什么人心肝太要那样 有的人心肝太要那样 有的人心肝太粗产 那那两个月就要贪钱 就来害到那样的那样 尽管人生坎坷 黄雀银从生活中汲取养分 将感受化为民谣创作 还当老师负起传承的责任 被誉为恒春民谣界 最珍贵的工化资产 女士线网红明生 评论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